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 俄乌战争爆发了以后 乌克兰搞了个火上浇油的行为 他去申请加入欧盟 然后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 欧盟就表示了很欢迎欧盟 就接受了他的申请 也就是说启动了开始加入欧盟的程序 但是当然了他最终是否能成为欧盟成员国 那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但是这个程序已经双方启动了 也就等于在俄罗斯进行战争的同时 乌克兰呢要说他要加入欧盟 而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呢 对欧盟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 因为乌克兰呢 他本身啊和当时的叙利亚的难民还不一样 因为这个乌克兰的话呢 在他们看来呢是更接近于跟他们的种族更近 同时呢我另外一个节目也分析过了 在乌克兰里头啊 他向着欧洲的不向着俄国的 他实际上是在波兰统治时期 形成的天主教徒 他不是基督的东正教徒 就是你要是说东正的教派 天主派东正教的话呢 那个是比较向着俄罗斯的 所以他这个他中间呢 真正就是说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这一批人呢 他跟欧盟的这些天主教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也就是说他的宗教联系也很紧密 所以这些人呢接受了他的 他如果是他乌克兰加入了欧盟 你可以知道乌克兰所有的人 他到欧盟去他也不是难民 他是有合法身份的 因为欧盟的国家嘛 大家都知道是落底生根嘛 对吧 他是欧盟的国家之间是可以来回转的 那么都是有合法的身份 可以工作可以什么的 这样的话呢 对于乌克兰的整个的人口结构 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冲击 就是说很多人呢 都会跑到欧洲去 而且对欧洲呢是有很大的影响 实际上这个事呢 很多人看了以后啊 在评论说这个欧盟这么做 是不是比较傻呀 被美国给操纵了 你这么样子放他们进来以后 对欧洲就不是又乱了吗 包括的话里头好像有好多 亲俄分子也可以跑到欧洲来 这欧洲和这个俄国不就走到更近了吗 但实际上啊 要跟大家讲欧洲有欧洲的想法 尤其是德国有德国的想法 现在呢 整个在世界呀 这个极右翼 还有新纳粹闹得最厉害的 不是别的地儿 实际上呢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里头的很多的人种啊 他不光是俄罗斯的东斯拉夫的 他也有哥萨克的 他也甚至有东普鲁士的 像这些人的话呢 他实际上在当初就是支持纳粹的 所以在当时 希特勒里头在乌克兰组织的乌克兰起义军的什么的 战斗力是很强的啊 希特勒的德军的话呢 当时和苏联作战也非常狠 所以他的这个历史上的话呢 你实际上把它放开了以后 那实际上欧洲的话呢 他的新纳粹会蔓延 而这个事啊 德国有德国的目的 德国这么干以后呢 德国右翼势力啊 实际上是在德国的话呢 二战投降后被彻底的清洗过的 曾经有些报道 现在西方是政治不正确的 他的莱茵大营 当然里头有饥荒有疾病 同时呢有清理纳粹 当时是五百万的战俘营 大概死掉了一百万 这一百万怎么死的 当然是各种原因都有了 其中一个呢 你只要有纳粹思想的 参加过纳粹的这一些组织的 像这些人员呢 他都不享受战俘待遇 都是被处理掉的 相反的话呢 乌克兰现在的话呢 留下了一些极端分子 他是要德国把他们放进来的时候啊 整个欧洲的右翼势力会抬头 而且德国想的是什么 不是说欧洲乱了 他经济受损 而是他要借着欧洲乱了 好让整个德国的军国主义复活 好让德国呢 能够扩军 好让德国呢 他能摆脱二战战败国的影响 你像欧洲的话 现在其实自己的军队很薄弱啊 尤其是英国脱欧以后 那个法国的军队 你拿二战的时候 法国就是个流亡政府 所以你这么看一下的话呢 意大利是战败国 德国是战败国 其他几个小国的话呢 当时都是被侵占或者中立的 所以把这样的背景看清楚以后呢 就知道这个 德国实际上他借着这件事呢 他要是说能摆脱他的战败国影响 他能恢复他的军力 那么对于他的欧洲和他的这个国家呢 长远看呢 在他民族种族主义者的立场上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这件事啊 德国要干什么也不是傻子 这一次的话呢 乌克兰的战争的话呢 可能将来欧洲的矛盾的激烈 以及欧洲的有些国家呢 军事上的扩张 其实不光是俄罗斯 我觉得德国还有波兰 都会在军力上的话呢 有所扩张 这样的一个扩张的态势 欧洲的局势呢 可能会变得更紧张 而不是说呢 全都能被美国押住 其实德国要是说他恢复了军力的话 对于美国来讲 其实也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所以欧盟这个事的话吧 让乌克兰加入 整体上来看呢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了 各有各的算盘 那不是说简单的傻被美国支持着 而是他也有他的算盘 这个事件呢 从俄乌战争开达 到以后的话 发展可能的话 会多极化和复杂化 借着反俄罗斯 那么有些国家呢 还是要重新分配一下利益资源的 谢谢大家 这个问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